争夺 这场比赛是在二号产地 泰国女队对阵中国香港女队的 牛博杯的比赛 现在双方进行的是第一场 第一单打的对抗 泰国队是世锦赛的冠军 英泰农对阵 中国香港队的叶佩妍 现在第一局比赛是英泰农 21比9 大比分取得了胜利 从第一局比赛来看 其实叶佩妍比赛一开始进入状态 还是比较快的 而且打得也很积极 但是英泰农在场上的稳定性 比叶佩妍要好 叶佩妍成名的也非常早 他是2006年多哈亚运会的时候 获得了女子丹丹的亚军 当时输给了现在中国香港队的教练王晨 但是之后叶佩妍感觉 他受到了一定的伤病的影响 因为他的打法也是非常男子化 在场上冲劲很猛 很多时候都采用起跳 双脚起跳的扣纱 现在看着他在比赛当中 都是要带着护具上场 可能受到了一定的伤病的影响 泰国在这个英泰农 也是在出道的时候被称作天才少女 他虽然身材不高 但是步伐非常轻盈 而且手上的控球也非常有把握 就是他的输率很低 同时英泰农的比赛当中 他的心态非常好 无论是领先还是落后 在他的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变化来 虽然进攻的威胁不像中国队的 像王一涵 李雪瑞他们这些高大的选手那么大的威胁 但是英泰农的变速也是能力很强的 而他的手上的技术 也是他的优势 现在这场比赛作为泰国队的第一单打 出任第一场 对阵叶佩妍 现在场上的形势一直是他领先 11比6 印太农领先到了第二局的间歇 这场比赛是这次游博杯的比赛当中 C组的一场对抗 在这个组是泰国队 印度队 加拿大队 还有中国香港队 东道主 印度队的实力也比较强 印度队的第一单打和第二单打 两个人的实力都是非常突出的 所以这场比赛 如果中国香港队不能赢下泰国队的话 他们在对阵印度队的时候也会比较吃力 今天晚上同时进行的其他比赛是 汤姆斯杯的两场 中国队所在的地组的对抗 中国队今天的第一场球对阵的是法国队 同组的中华台北对阵俄罗斯 但是比赛的转播安排呢 是游博杯的两个场小组赛 都安排在了转播的一号场地和二号场地 汤姆斯杯的两场比赛 中国队是在三号场地 没有转播 这个中华台北队对阵俄罗斯的比赛 是放在四号场地 也没有转播 双方回到场上继续比赛 今天在比赛当中 泰国队也雪藏了他们的二号单打 彭提 这使得比赛最后的结果 同卖也是比较难以预料 明太冬就是在手上的变化很多 他的停顿假动作都用得非常熟练 叶佩妍属于冲得比较猛的那种选手 所以经常在启动之后 他要再做二次启动 就是被对方的手上动作骗了之后 他得做二次启动 这使得他整场都是在场上非常被动 泰国的英太冬也是在羽毛球单向世锦赛 举办多年以来第一位夺得世锦赛冠军的 泰国的羽毛球选手 去年在广州 他决赛当中战胜了奥运冠军李雪瑞 双方都是连续在往前勾对角 但是叶佩妍的回球质量更高 两个人相比叶佩妍的技术 手上的技术还是比英太冬要粗一些 叶佩妍的奥运军 叶佩妍的奥运军 这次比赛的比赛的会灰呢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每个慢动作滑向的时候所用的这个图标 大家可以看到是用孔雀的羽毛 做成抽象成羽毛球的几个羽毛的这个形象 在新德里的街头也可以看到有小商小贩在贩卖这个孔雀的羽毛 就孔雀最后那个最长最漂亮的那根那根令 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在印度非常常见的一种装饰品 现在经过美术处理之后呢就更漂亮 这球还是叶佩妍在挡网之后他冲的太快 对方是在手上有很多节奏的变化 往前回球还是没有过 金泰农他的步伐好在非常准 就是他上去一步基本上就非常准确的能到位 后边没有什么小碎步调整 再加上他的手感也确实出色 其实有一种运动员呢 他是步伐非常准 这也是很重要的 其实像网球的天王费德勒 他就是他的除了步伐好之外 他相对于一般的运动员 他的步伐很准 就每一下都踩在点上 尤其是最后哪一步 那一大步他就能够到位 一般的选手他会在第一大步之之后 他还要经过半步或者 或者小半步的调整 才能够更准确的踩到这个点 但是银太农在场上就是他一步出去 这一步就很准 而且这种是大步 大跨步的这一下很准 这个也是一种天分 也是两个往前勾对角 但是叶沛妍也注意了 他反手往前勾对角的这个回球 再重复推对方的头顶底线 就像他这两下都是一步 然后后边不需要再垫一下 或者启动的时候也不需要垫步 这就像照样机调焦距一样 一般人他都是第一下调到这个范围 然后再微调 或者往回调一点 或者再多拧一点 他这是一下就到位 这种天赋不是一般人练就能练出来 的问题 1913 1913 20 现在银台农20比13第二局获得了局点 也是这场比赛的场点 那叶佩妍这两步呢 他就要他用两小步来电 然后再去找最后一步那一步才能够找准 银台农是21比13又胜了第二局 这是他在今天的比赛里面 泰国队的第一单打世锦赛冠军 银台农2比0战胜了中国香港队的岳佩妍 使得本队是1比0领先